教哪些 反正舉凡所有程式設計幾乎都教過了 從最早的 只要有新的語言出來 我就先去學習 還有沒有正在流行的 也許可能我不太清楚的 會去學習 大概是這樣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我的相關的潛力在這裡 剛剛Google第一個就我了 現在還是排第一個 確定沒問題 而且第一個頁裡面有四個連結是我的 然後你Youtube 如果你Youtube上面 你也可以打CLVBA 我上影片的話太多了 幾萬個影片在上面 所以常常有人講說 有些那個業界的其他老師 說不認識我好像也很困難 到處奇怪 怎麼找到這個吳老師 怎麼又是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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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是如影隨形 所以如果你可以做到這一點的話 那我相信應該沒有人不認識你了 那當然其實我有講過 其實你如果尋老路的話 你是沒有機會的 但是如果有新的科技出現 你可以在新的領域裡面 不斷的去耕耘 那你就會有一席之地了 這點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你不要說一直 像有些同學一直尋老路 你說年輕人去考公務人員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 但是問題是 我總覺得說 你的青春 你的經歷可以用在 我覺得更怎麼講 更對的地方上面 不然的話 我看有些人考公務人員 考很多年還是沒考上 對不對 那當然一定也是鳳毛林 因為機會太少了 甚至是考什麼教師真士也是一樣 幾百個人只要一個名額 那再來最後誰可以上呢 最後發現原來是關係特別好那個上 他爸爸原來是某某某 這當然有沒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我是憂鬱過了 只是說很多檯面下的新聞不能說的 因為有一次 我那時候 博士畢業的時候 曾經去謀教職 然後呢 我已經到第二關了 已經進入到決選最後階段了 就是大概二選一 三選一這樣子 結果最後的話 我被刷掉 我覺得 奇怪 為什麼我被刷掉了 後來多年之後 有一個很 退休的 很資深的教授 一個老師 他打電話跟我講說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那一天其實已經內定了 你只是去陪人家考試而已 不過已經過很多年了 那我已經釋懷了 我覺得沒有就算了 反正呢 這條路走不通 總而別的路可以走吧 OK 那當然喔 那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就跑去創業了 OK 然後也拿了 傑出創業楷模的獎項 OK 那你說我做了什麼呢 其實也沒做什麼 就把以前 我的青春 我的經歷呢 換一個地方去施展而已 那我發現反而更海闊天空 OK 因為其實 如果從事教職 你會發現 其實在學校真的是需要佛心的 真的喔 跟各位講啦 其實在學校根源老師都很辛苦 而且喔 跟各位講 老師們的薪水喔 已經接近20年都沒有調整過了 當然也不只是老師啦 所有的人好像都一樣 有沒有 20年前的薪資 那可是20年後的物價應該是不一樣啦 那這怎麼成正比喔 所以其實大概各位要思考一下 一定還是要走出一條 另外一條道路出來 否則的話喔 你也只能夠在那個 惡性循環當中 喔 不斷的變成 最後可能會變成什麼 變成酸民吧 OK 為什麼 因為其實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怎麼都沒有任何的機會 我的薪水怎麼這麼少 然後等等等等 就走不出路來了 所以我在想說 大家現在有很多的新的理論 就是斜槓 應該各位知道吧 斜槓 OK 斜槓就是你不能只是一個工作 或者一個專業 你應該要走到別的專業領域去 甚至有別的工作機會 OK 你才會有新的可能性 那大家也可以去思考看看 那目前的話 我曾經有創業一段時間之後 我後來發現 其實人生還是要做喜歡做的事情 於是慢慢發現 因為我寫的文章太多 就是網路上的部落格文章太多 影片也太多 所以很多人找我去教課 所以我因為這樣的關係 就到處去教教課吧 其實也蠻愉快的 最近的話 印那個台師大 也找我去教什麼課 就是教這個課 OK 那也是我的母校 所以我很推不掉 回去其實還蠻愉快的 因為我二十幾年前 二十幾年前 在那個校園曾經經驗過 回去的話 其實也抱著 盡量多提供一些經驗的心情 所以我也大概 那底下的話 有很多的相關的經驗 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那也拿過獎項 這其實也是不足一提掛齒的 OK 然後也拿過趨勢先鋒的獎項 為什麼要頒這個獎給我 我自己有點心虛 那我自己的電腦證照 有超過三十張以上 最近的話 又拿了一張 跟大數據分析有關的證照 還有什麼Python的證照 其實也都 他也是變成一種習慣 一段時間就想要去再考一些證照 OK 那我的YouTube頻道 其實 這是頻道一 剛剛各位看到就頻道一 總共訂閱人數大概3.3左右 3.3萬 那當然我也不是只有一個頻道 其實我有好多個頻道 OK 那跟各位講 其實 如果你現在 沒有自己YouTube頻道的話 那你應該不算 算不上是一個現代人 怎麼會這樣 對不對 為什麼因為你活在現代嘛 現代人都做什麼事 你們應該每天都會看YouTube吧 OK 而且如果你只是看別人的內容 而不提供內容的人呢 那你等於就是沒有生產力的人嘛 OK 所以 我是建議啦 如果有時間 有機會的話 盡量去思考 你能夠創造什麼內容給別人 而不是只是單單去取得別的內容 OK 而不分享 那就失去了現代人的意義了 其實共享這件事情在現代人來說應該是很正常的事情吧 因為你取自於別人嘛 對不對 那你應該要回饋吧 對不對 所以其實蠻多東西都可以把它做 就是 把它記錄下來啦 你身邊有太多東西可以把它記錄 美好的事情 OK 大概是這樣 再來的話 我們這門課因為跟Excel 跟VBA有關 跟函數有關 所以我是建議你們可以找相關的書籍來看 那我推薦這本書 主要原因是因為它的範例非常多 有468個範例 那還有VBA 這幾本書 基本講座 日本人寫的 寫的還蠻扎實的 然後呢 下面這本書 好像是大陸翻譯的吧 VBA一點都不難 OK 其實一點都不難嗎 看過人都說一點都不簡單 所以特別注意這些書籍主要是理論部分 那我的重點是擺在如何教你做 我會很快寫 怎麼樣去寫這個對應的程式教各位 所以各位有點心理準備 但是也不用太緊張 還有更多書籍太多了 相關書籍你們可以到圖書館稍微看一下 那我剛剛有特別提到 其實新的科技 就等同象徵新的機會 也就是說你的未來其實充滿了機會 但前提你需要會新科技 你才會有新機會 如果你沒有新科技的能力或專業或技能的話 那你怎麼會有機會 OK 那中維系所教的 裡面跟科技有一點關係的 最直接關係的幾乎都是跟我的課有關 OK 其他課程應該比較沒有跟科技有關吧 有哪個跟科技 文學史沒有 文字學沒有 思想史 你們好像現在不上思想史了 詩詞曲也沒有 什麼 小說創作 現代詩 什麼 史記 現在你們應該不上古文 古代論應該比較少上了 好像都沒有吧 對不對 所以這門課 關係到各位的未來 所以我其實還滿 肩膀上面的蛋子感覺其實還滿沉重的 OK 所以當然我希望說 這麼短的時間裡面呢 盡量多給各位一些東西 那裡面的話 我跟各位講 其實未來的趨勢很簡單 ABCDE 還有F A的話AI應該大家都知道吧 那什麼叫AI 如果不知道自己Google一下 一堆人跟你講什麼東西 那我的體會 其實最基本的 這AI的話 未來就是 它會影響我們所有的面 所有的一切都會跟這有關係 那當然背後其實跟城市 基本上脫離不了關係 第二個的話是大數據 應該也大家常常聽到 那大的話是多大 這這麼大 這麼大 其實這個所謂的大 基本上講起來 就是人工無法處理的資料量 就是很大了 對不對 那你大概以前是用土法鏈鋼慢慢來 但是現在沒有辦法 那沒辦法的話 沒有用人工 那用什麼 你要寫城市 所以 如果你不會寫城市 很抱歉 你就沒有辦法 所以為什麼說 現代人可能要具備有相關幾個概念 可能應該說 現代或者未來吧 未來的現代人 至少啦 你要具備有城市設計的能力 這應該是必要的 否則的話呢 你會過得非常辛苦 為什麼 因為你用的事情做不完 如果 甚至 以後你可能去面試的時候 老闆會問你說 你會不會寫VBA啊 會的留下來 不會的請離開 你會發現 剛好學校有教 你就留下來了 有沒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因為之前你們的學長姐 常常跟我講說 老師就是因為你教了什麼東西 所以我就留下來了 常常聽到 像之前有你們的學姐吧 也跑來 她說老師我留下在學校 擔任客戶處的什麼科員 就是因為你教了我們什麼東西 所以我就留下來 所以你要跟學弟妹講說 你們一定要學什麼東西 她好像是學Photoshop 還是Eletrator之類的 OK 而且她還考了證照 她說就是因為這樣關係 她就被留下來了 OK 那還有雲端 雲端更不用說了 出處都是雲端 另外的話還有所謂的人臉辨識 現在也非常普遍嘛 治安跟各方面 當然人臉不只是人臉辨識 所有的辨識都有 像車牌辨識 像我們現在進學校也是車牌 車子 根本不用一個人在那邊 看著你的車子 車號是不是對的 或是你去現在是 台北市停車也是一樣 她就直接是車牌辨識 那扣款也是直接車牌辨識 完完全全都不用下車 太方便了 那以後的話呢 比如說你要確定說 某一個產品是不是有瑕疵 有沒有 現在也都用辨識的 以前用人工開 這東西上面有沒有瑕疵 現在不用 現在照相 確定上面沒有瑕疵 就出貨了 有沒有像 口罩上面有沒有 比如一定要印什麼剛印 他也 如果你用人去每個看 哇那看怎麼來得及 所以他用什麼 用辨識 假設上面沒有 他就把它變成裂品 他就把它 就是把它汰除掉 更不要說未來的電動車 以後其實電動車就象徵什麼 就是可以自駕的 以後的話你是坐在駕駛座 但是你什麼事都不要做 你只要告訴他目的地 他就幫你載到那個地方了 什麼時候會發生 不知道 什麼 在你有生之年絕對會發生 OK 所以也就是你們大概畢業的時候 你會發現路上很多車子 都不需要去控制他 他自己會動 OK 那時候如果你對於一些新科技 你會對應的技能的話 像我剛剛講深色技 那自然而然 你就可以取得這個新的機會 有沒有 那就機會是你 而且新的機會的薪資還比較高 而且還高非常多 但你如果不希望說你將來 領的薪水是那麼寒酸的 像我有一位同學畢業的時候 就領個兩三萬塊 那當然呢 生活就是會是一個問題 更不要說他想要去 到處去環遊 不要環遊 出國旅行就是一個 出國旅行也就講 光要交女朋友 就也是一個問題 對不對 你要請他吃個飯 都覺得說 我們不要吃這個 我們吃什麼什麼 那感覺生活 當然就不會有所謂的品質可言 那你更不要說你要有夢想了 對不對 那另外最後一個是我後來加的 金融科技 也就是現在如果你要進金融業的話 也要學Fintech 也就是說你不會成事的話 基本上你也見不了那個領域 你除了要有金融的相關知識之外 還有這些東西 大家跟各位講一下 那這個是我一些 曾經也擔任過一些審題命題委員 這個剛剛有秀過 那今天的話 因為第一次上課 所以我們待會 就要來看一下 到底哪些範例 那請各位 接下來連到我們的雲端上面 雲端上面的話 就GG.GG GG.GG 然後後面的話很好記 就是我們主軸是Excel 然後更困難的就是True 這個True就是取那個協議2 VBA VBA就程式 那你進到裡面的話 請各位先幫我把什麼 這個上面的範例檔案先下載 那下載那個範例之後的話 那它有壓縮檔 所以你把它解壓縮 解壓縮之後的話 這個第一個題目吧 我看這下 我看有沒有下 範例檔案 OK 那裡面的話請各位先幫我開啟什麼 開啟第一個 解壓縮之後的話 文字與資料函數 文字與資料函數的話 打開來 那我們會希望呢 請各位就是做幾個練習吧 所以這個有了 OK 就是範例檔 那等一下把它什麼 這個下載 直接這邊有個箭頭 把它下載解壓縮 解壓縮之後的話 開啟第一個練習檔 就是文字與資料的這個 這個函數 然後呢 看一下這個綜合練習題吧 綜合練習題裡面的話 我們是希望什麼 這邊的練習題就是 就是我希望把FGH這三個欄位的資料 把它變成一個可以撥打電話 可以辨識的電話碼 那它的規則是09 後面是11 有沒有 0911 一個減的符號 那後面的話一定要3 所以如果少一碼就補0 084 後面是7 就是007 OK 那一個嘛 如果說你只會突發電鋼 你每天都在09 0928 他好像別人比較聰明 這新版比較厲害一點點 但是他還是錯 多個0 有沒有 那如果說我想要一次性的就完成的話 那該怎麼做 上面有提示啦 就是你可以用這個and的符號 加上REPT 加上LEN 就可以把這件事情給完成了 不過我其實還是慢啦 那什麼叫VBA 各位有沒有看到旁邊的按鈕 這按鈕就是按下它 就完成了 有沒有 那你每天的工作就按按鈕 就可以把事情統統搞定了 但前提是你要學會怎麼樣 這個就VBA 那請各位先把這個檔案先打開 那我們待會兒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